2月14日是一年一度的西方情人节 往年的这个时候 香港的街边店铺 商场广场 多数都有浪漫装扮 吸引一对对情侣甜蜜过节 今年的情人节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街上人流大幅减少 餐厅店铺也门口罗雀 不过虽疫情难挡 但爱心依旧 市民们用自己的方式过节 别让暖意在各区涌现 蔡先生和太太的情人节浪漫之行 一大清早便开始了 今天适逢香港地铁新线路 囤马线一期正式通车 首班车5时45分准时开出 蔡先生与太太 并且以往聚餐等方式 一早便在新地铁站 启德站来等候 如愿以偿成为首班车的乘客 以这样独特的方式 度过这个疫情下的情人节 今天第一季开前 我们来是西亚 今天又是情人节 我们两夫妻可以浪漫一下 香港地市司机从业园总会秘书长黄大海 也从一早就开始忙碌 今天地市总会 为五万来名香港的地市司机 准备了一份暖意满满的情人节礼物 我们有很多一身的会长和一身人士捐了很多口罩 所以我们都想第一时间派出去 所以今天今天有情人节 所以希望今天情人节送礼物给迪士司机 让他们这么生活在街上 都起码有保护 黄大海称 地市司机常年与不同顾客接触 是防疫的重点人群 近期香港爆发口罩荒 于是他们筹集了近五十万个口罩 希望为司机们一解燃眉之急 这份特别的礼物让司机们直呼开心 香港艺人茶餐厅老板娘李凯胡 也收到了让她惊喜的情人节礼物 一位市民在店铺开门时 便把一束亲手制作的气球花束送来 表达对李老板勇敢发声的赞扬和感谢 李老板收到爱也送出爱 疫情爆发以来 香港警察一直奋战在一线 配合政府抗议工作 在情人节到来之际 李凯胡连夜制作超过一百个芒果布丁 送到警署 为前线的警员加油打起 在这个日子里面 我是表表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好多谢香港警队 在这段时间这么出心出力 在今天这个这么有爱的日子里面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小的 意思的礼物 那么希望他们 在这个智日里面都感受到有爱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今天我们来讲 这一期请不吝点赞扬 为何以后 感谢观看